蘋果日前終於落實推出iWatch 並且在6月初六就在日本、台灣、墨西哥等地申請將商標註冊 而有關的方面正積極地籌備 相信年底才可以公布相關的結果 但是iWatch的商標在內地看來並不順利 因為內地已經有近似的商標iWatching已經成功註冊 而且類別正正就是手錶及電腦周邊產品 看來蘋果的iWatch要打入內地市場需要下一番苦工 其實有關iWatch的消息不絕於耳 但往往都只是概念圖 在網上的片段裡面 更加有大量的影片透露iWatch的面貌 而片裡面所見 iWatch跟普通的手錶形狀相差無幾 但特別之處是在於它們的輕觸式屏幕 雖然片段不可以確認真偽 但是連同Google的Google Glass 電腦化的裝備看來已經是未來電子產品市場的趨勢